爱吃的呀 怎么的呢 最有代表性的是 乡村爱情 赵本山演的王大南买雕 雕多钱呢 雕杰说 打完折一万九千八 怎么打折呢 这不行啊 两万一千八 说是多吉利 赶紧给钱包上啊 就感觉紧张人一说话吧 就他都不是东北的 东北都是他的 你能听懂我的东北口音和方言吗 你不要以为你听懂一句 干啥呢 你就能听懂东北话了 你知道三号什么不种吗 知道整景整的是啥吗 知道跟谁俩呢 说的是我跟谁吗 你知道黑不出溜 嘎不溜秋 酸了吧唧 买了吧摊 都形容啥吗 你知道你上那哪 找那谁 给那啥给我酒来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从酒店到这 我就上路边啊 接了个出租车 一上去 自己还给他订不过我 然后我就上去 哎 我有那锁的吧 那别装了 我那是啥 大家就听断的 听到一句断的吧 就挺好玩 确实有意思 乐得把耳直拍风了 然后我笑不出哪一页 我的朋友都没反应 大家就笑一半停了 回头瞅我 我们让你家出镇了 你得干笑 你得笑我 我长时间没有回东北了 我前两天回来之前 我说问问啥温度 我向粉丝询问一下 长春线啥温度啊 是不你 赶快快来吧 气氛回成老板子了 我出个单负我就来了 我下飞机都打透了 很多人奇怪 为什么现在很多女孩的朋友圈 都仅仅对好友展示三天 跟你们说实话吧 因为我们实在保证不了 自己的每张照片 批的都一样 真的现在美颜相机 应该淘汰了 谁敢保证 每张照片批的都一样呀 所以我觉得应该推出一款 美颜眼镜 就是想看美女帅哥 你自己戴 自己调节参数 想看多美 自己调多美 价格越高 看得越美 你省了我自己调出来 那个效果 你这个觉得不满意 那个觉得不喜欢的 你喜欢啥的我 你自己调去好吧